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落幕,政治局人士尘埃落定,习近平人马全数到位。 在军事委员会方面,原本的中共东部战区司令何卫东,官位三级跳,直接进入中共政治局,并直升军委副主席。 何卫东40多年的军旅生涯,几乎都在中国东南沿海度过,更是长期领导福建第73集团军,也就是对台作战的主力部队, 今年8月中共大规模围台军演,就是出自于何卫东所设计的作战计划。 何卫东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,1981年毕业于陆军指挥学院,2001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。 2019年12月何卫东晋升上将提任东部战区司令员。